成都市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预计成都市武侯区、锦江区、青阳区、城华区、金牛区、高新南区、高新西区和清白江区的所有镇街道 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 东部新区的所有镇街道 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 高温时段主要出现在今天的12时至19时 这两天四川成都也遭遇了高温天气 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8摄氏度 高温库暑下依然有不少城市工作者在岗位上坚守着 成都市2100余个服务站点全部启用 为户外劳动者送去了清凉 在成都锦江区牛市口宏记新路 环卫工人打扫好路面后都要去附近的爱心驿站歇歇脚 我们一般早上5点钟出来工作嘛 工作到一般7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到这儿附近有个小牛哥驿站 我们就会到那儿坐到喝点茶吃点早餐 然后8点过后我们又继续工作 工作到10点钟的时候 就逼会儿说喝点茶 小牛哥驿站不仅提供免费的矿泉水和解暑的常用药品 还设有饮水机微波炉手机充电设备等供大家使用 高温天气下来这里休息的户外劳动者每天都超过了100人 除了设有服务站点 牛市口街道办还在路边设置了爱心冰柜 放置了冰镇矿泉水供户外劳动者免费饮用 截至目前 成都市已建成2100多个面向广大户外劳动者的服务站点 在重点解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 喝水难 休息难 入侧难等问题的基础上 还组织开展送帮服送清凉送岗位等活动